表示是遺憾 亦都要求各地公司詳細交代 我們在等待各地公司做一個詳細的交代 在過程中究竟發生甚麼事 然後在哪方面有一個錯誤的地方 這是第一件 第二件有班的修復工作 亦都在正在進行中 我的理解呢 目標是7月底前的一年性有關的工作 Mr.Jander, thank you for your reports 在石崗的緊急庭訪處 說有連續場就出現烈紋 那政府會不會有甚麼根據的工作呢 另外還有之前 昨天有說過 全面禁止轉租 據我的建議會交給防衛會 及局防去考慮 政府會考慮甚麼因素 及取態會是怎樣的 我先認了那個居屋的事 居屋那個是銷售的條款 及那個是限售的措施 在早前防委會的資助行 銷售委員會 亦都進行了2018年的居屋 銷售的條款是有決定的 在委員會他作出任何的資助出售房屋的時間 他會同時制定當年的銷售條款 及一個限制的條款 所以2018年的資助出售房屋 防委會的條件已經既定了 剛才這位朋友所說 是在這個石崗地方處 有無份連續場 是出現了滲水 甚至有些政策失掌 如果大家留意到 在港鐵的那個交道 亦都很清楚 是傳明了 他用的水泥 基本上是符合他的要求規格的 他亦都進行了一個檢視 亦都進行了工作 目前的狀況是良好的 Mr.Champson, they have reported that the physical 即場面的鎖禁轉售 那種有轉口 我們最近都聽到社會上的就主 這個是禁售 或者限制轉售的情況 是有不同的意見 亦都有可多的聲音 要緊延長那個禁售 或者限售的安排 我相信防衛匯 甚至是相關公司出售貨物的機構 在日後製定銷售條件的時候 會加以拋棄 市建局的首置盤6月1日之後 市民都說貴 那你跟政府當初推出計劃出來的目標 還有一些距離? 首置這件事 我相信要等這個市建局內部討論 有關的銷售 三學亦都會和政府進行溝通 以現在的市道來說 私行住宅的售價相對是非常高 市建局暫時被表示最後會定價 我相信有待會做出定價 然後大家可以做出一個評論 好嗎? Mr Channing an English question pleas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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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lle